老炮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 说的是那些社会经验和人脉极为丰富的老江湖 但知道老枪是什么意思吗 是比老炮更狠的一种角色 看完这部影片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惹谁也别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 因为这种人轻易不发飙 一旦发飙根本就不给你后悔的机会 就算是毫无人性的纳粹德军也不例外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法国的经典故事片老枪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法国 当时的德军已经全向溃败了 到了狗言残喘困受游动的地步 但我们男主所在的城市 依然处在纳粹德军的控制之下 男主是一名外科医生 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妈慈祥善良 老婆美得不可放物 闺女天真可爱 就连家里那条狗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这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由于担心德军狗急跳墙轰炸这个城市 男主决定把老婆闺女送到乡下老家暂闭一时 老婆闺女这一走 男主的心也跟着过去了 整天魂不守舍没招没闹 由于大势已去 德军开始陆续的撤退 老婆闺女已经回老家五天了 男主思念心切 加上也没有联系方式 于是决定回老家看看情况 男主的老家距离这个城市并不远 开车也就几个小时的路程 一路上男主都在想象着和老婆闺女团聚的情景 虽然城市里残垣断壁一片狼藉 但男主的老家似乎远离了战户 风景也是美得一塌糊涂 不过奇怪的是 村子里除了一头牛居然看不到一个人 男主四周查看 发现村民们全都被屠杀在了教堂里 眼前的这个场景令男主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急忙跑向自己家的城堡 但刚跑到门口便看到了德军士兵的身影 男主从小生活在这里 对村子里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他躲在隐蔽处向自己家窥视 看到女儿已经被杀 墙边还有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原来男主的老婆闺女被送来不久 老队便来到了村子里 并且占领了男主家的城堡 闺女被打死 他老婆也被德军的火焰喷热器给烧死了 这个打击对男主来说是致命的 他内心的自责和愧疚自然是无法形容的 因为如果不是他坚持把老婆闺女送来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在天的 接下来到了男主复仇的时间了 他取出了珍藏多年的裂枪 准备跟德军拼个鱼死网破 这把双管裂枪是他老爸留下的 杀伤力极大 皮糙肉厚的野猪顶多也就能扛住一枪 男主跟着他老爸从小就练就了一手好枪话 虽然是复仇但也不能瞒干 敌众我寡硬刚肯定会吃亏 男主必须采用声东机器 各个击破的战种才行 为了关门打狗把这帮人全部消灭掉 男主首先把那座城堡通往村子外面的木桥给破坏掉了 地窖里有一扇双面镜 男主能清晰的看到屋子里的情形 这个时候这帮当兵的翻出了男主家的放映机 很快荧幕上出现了男主多年前拍摄的家庭影片 勾起了男主深深的回忆 过去一幕幕幸福快乐的场景 在男主的脑子里一遍遍的回放着 把他的心蹂躏的稀碎 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 男主和老婆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罗密施奈德这位美丽的西西公主 阿兰德龙的前女友的确是一位女神的 只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大势已去的德军开始全线撤退了 驻仨在男主村子里的这股德军小队也准备仨子撩了 复仇行动也正式开始了 一名德军士兵正在打水的时候 男主一枪就把这家伙给毙了 这帮人猜测很可能是游戏队杀到 于是便开车准备出发 但他们可没想到木桥已经被男主坐了手脚了 副队长坐着车刚开到桥上就一头栽了下去 男主则趁这个机会又干掉了一名德军士兵 德军小队可没想到只有男主一个人 认为他们已经被游戏队给包围了 一个个如临大敌怕掉死 男主利用熟悉地形的游力条件 一直在跟这帮家伙玩捉迷藏 把德军们耍得是团团直转 但不幸的是 男主最终被一名德军士兵给发现了 当他在屋子里喝水捣气的时候 被德军士兵用枪顶入了后脑勺 但男主也不是白吃饭的 满枪的怒火和多年的部队生涯 让他突然发起了反击 很快就把这个打酱油的给摆平了 这次游击队是真的来了 队长跟男主还认识 为了不让游击队妨碍自己报仇 男主谎称德军小队已经撤离了 等游击队走了之后 男主再次拿起了这枪 他必须手刃这些杀害他亲人的家伙 由于木桥被毁 德军小队队长被想顺着绳子出流下去 躲在附近的男主早就准备好了 一枪就把第一个试水的家伙给干掉 据此小队长认为 他们肯定是被游击队给包围了 既然逃不出去了 那就索性豁出去把命给拼了吧 但男主可不给他们拼命的机会 这位老军医虽然没怎么打过仗 但游击站的战术运用的比游击队还灵活 影片在复仇的过程中 穿插了很多男主的回忆 这些温馨且幸福的景象 和老婆闺女的惨死相互应照 更多了一份悲悯 男主终于进入到了自己的家里 但他的行踪很快就被发现了 他站在双面镜的后面 近不住想起了刚和老婆认识的情景 这个女人由于太漂亮 男主是一见钟情啊 眼镜一秒钟都没离开我对方的脸 见第一面就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 面对男主的不断袭击 其中一哥们彻底送了 为了能活着回到德国 他换上便衣准备偷偷偷偷 被小队长当场给发现 两人随即展开了对射 为了把小队长这个罪魁祸首留给男主 逃兵当场被击毙了 当小队长回到屋里 发现他仅剩的两名手下也撒撒得了 一个都不能少 是男主这次复仇的终极目标 当这哥俩正逃命的时候 由于欢呼则禄 掉进了男主设下的陷阱 这才是真正的瓮中捉鳖 男主把盖一盖 这二位算是彻底歇了菜 接下来就该解决小队长了 而与此同时 大批的游击队和村民们也杀了回来 此时小队长的精神已经近乎崩溃了 他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 认为与其被活捉被枪毙 还不如自杀为元首金钟 但就在这个时候 面前的镜子突然开始变形了 男主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用火炎喷射器把这家伙给烧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吧 地球是个大家庭 但愿永远都和平 战争实在太可怕 不要打仗行不行